上午我们讲到图片服务器 我们已经搭起来了 图片服务器搭起来了 我们使用一个加沃的客户端 也连上了 是不是也能传上去 那么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现在我们能上传的是这段加沃代码 这段加沃代码 在我们实际的项目中 我们是不是得把它封装成一个工具类 工具类用起来还比较方便 所以我们再介绍一个工具类 工具类来看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 电商项目 不是开发工具 有一个工具类是吧 工具类这里面有一个FaaS的DFSClean的 这个工具类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也是创建一个TruckerClean的 TruckerSoreStorageClean的 StorageClean的 StorageClean的 这几个 这几个都这样 它是有一个构造方法 这个构造方法会创建 先初始化一个全局配置 就读取一个配置文件 读取配置文件 初始化全局配置 然后创建这几个对象 创建完了之后 就获得一个StorageClean的 最终我们上传 是不是就是使用StorageClean的上传 所以这个就行了 StorageClean的 那么这个StorageClean的 一旦初始化 你调用这个方法 这个构造方法 就会初始化一个这个对象 那么我们直接调用这个对象的上传 UploadFail UploadFail 是不是可以上传了 这里面指定一个文件名 扩产名 还有这个Metas 或者是你不指定 这也没关系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 Bite 读进来是不是一个 这什么 一个字节是吧 字节数组 字节数组 把这个图片 用一个字节数组来表示 然后把这个数组呢 直接上传到服务器 是不是也行了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FastDFS 这个Clean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 好不好用了 来 我们再测试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在我们测试 扔到这里面吧 扔到这里面 现在扔进来是吧 我们现在测试一下这工具类 这工具类 现在在这里面 咱们再写一个测试方法 Public Void Test 这个FastDFS Clean 好 那么我们先是创建一个 FastDFS Clean 这个对象 Clean 等于 New一个FastDFS Clean 他需要一个 字符串 是吧 勾动方法需要一个字符串 那么你可以给一个全路径 当然 我这里面也可以配置这个 你可以写一个classpass 是不是也行了 好 那么 你也可以这么写 classpass下面的 Project 是吧 Projects 然后在下面有一个 Clean 的config 读记这配置是不是 行了 然后这个 Clean 的.upload fail 我们给一个字符串 呃 换一张图片吧 换一张图片 换这个 最后一张 倒是第二张 然后这是 加上这个 反显线 是吧 转译一下 然后这个扩展名 是什么 JPG 是吧 不要带点 JPG 不要带点 那么现在 有这个工具类 直接上传 这样是不是就简单多了 简单多了 那么他会返回一个字符串 我们看一下 返回一个字符串 然后把这个字符串 打印一下 upload the field 比上海是不是简单多了 test 简单多了 测试一下 run 也爆多了 找不到这个路径 是吧 找不到这个路径 那我们就 全路径 看来写的也不好使 不是 上面这个是吧 不是 是这个是吧 把这个替换掉 这回肯定能找到 是吧 是不是可以啊 上车道 这个路径 那么我们访问一下 这个路径 group 1 是不是可以啊 好使是吧 跳了 看一楼是羊子 看什么呢 行吧 啊 我们这个工具是不是也可以啊 这工具 这个class pass 貌似不太好用 是吧 嗯 我们在我们web项目中不知道好使不好使 先先这样啊 呃 那么我们这个工具类啊 是 是在这啊 那么好了 有这个工具类了 我们就可以啊 很方便的来上传一个图片了 吧 哎 上传图片 这个这个功能我们也搞定了 是吧 那么好 那么这是使用工具类上传图片 使用工具类上传图片 好 这一块我们已经搞定了 搞定了这个之后呢 呃 我们来 呃 那么上传图片这个工作我们就可以实现是吧 可以实现上传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还回到我们项目里面是吧 呃 接下来回到项目里面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业务逻辑应该是怎么实现 先走